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常见的例 以及它的特性 这其实在高一有介绍过 但这里呢再做一些介绍 那我们 所谓的例就是交互作用 那这个交互作用有 很多种的形式 其实也没有很多种 就是各位高一学过的 四大基本力 重力 电磁力 强力弱力 但我们在第三章3-2这边呢 我们在处理的是我们生活空间 就我们平常人类的大小 在生活的这个空间内 主要的力量呢就是重力 和电磁力而已 那强力弱力就是要小到原子核 甚至原子核内部 你才会需要用到强力和弱力 那我们知道原子和原子核那么小 在我们的 其实原子原子之间也是化学界也是靠 那个正电负电 正离子负离子啊 共架键金属键 对不对那些也是电磁力啊 那所以实际上我们要 介绍的主要是重力电磁力 那这两种都叫做超巨力 重力呢我们在上一则影片呢 有介绍说一个物体 它所受的重力呢 你可以视为好像就是作用在重心 对均匀的物体而言 那就是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 因为均匀的物体 它的重心就会刚好是对称点嘛 均匀物体重心在 几何中心 然后我们前面有一则影片说 可其所受的重力 物体所受的重力 可视为作用在重心的位置 所以我们才会这样画 才会说画了一颗球以后 在它的球星这里画了一个 W 画一个箭头向着地球 然后写W 这就是它的重力 这样子 因为它整体 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受重力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视为 视为 就是作用在它的几何中心这样 好 那再来要介绍的是接触力 超距离介绍 超距离介绍了 电磁力 其实性质就跟重力差不多 只是它不是在几何中心 这个以后再说 我们 这一章节比较会应用到的 超距离是重力而已 好 接触力呢 微观上其实也是电磁力 不过在我们的生活空间 所谓的聚观 我们就会 给它一些新的名称 那我们分为 跟接触面垂直 跟接触面平行 两种 首先是法线方向 那这个叫做 正向力 有挤压就有正向力 那没有挤压就没有正向力 那切线方向呢 就是摩擦力 就是摩擦力 想要滑动 或阻止滑动 阻止滑动的力 就是叫摩擦力 从图示上来说就是 我们如果有一个表面 然后呢有一只手 或是什么东西 一只手这样推过来 那手这个推 斜斜的推 这个表面的时候啊 假如说这有一个力量 这里有一个力量 这样子推下去 那这个力量就可以分解成 垂直的 垂直接触面 也是法线方向 这个叫做正向力N 这是从F分解来的 那接下来是摩擦力 就平行接触面 这样子 这个就是摩擦力 不过我应该把它画下来一点 不过我应该把它画下来一点 哇 怎么那么难弄 刚好 所以这个接触面 与接触面平行的力 叫摩擦力 这样子 而这个摩擦力呢 它有动摩擦和进摩擦 那动摩擦进摩擦 这个就去看 动摩擦进摩擦的介绍影片 那我们这里 稍微再复习一下的是正向力 正向力 它 不一定会等于重量 我们以前 可能在高一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举例 就说 有一个人 他如果是 直接 站在体重计上 那 体重计跟他之间的挤压的力量 就 的确是等于这个人的体重 这两条箭头应该是要同一直线 但为了要区分 所以化开 这种情况下 体重就等于正向力 可是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 然后 他头上有一个人 这时候体重计就会变更重 那这样子的情况 假如说这个人的体重是 W1 那上面这个人的体重 W2 那这样的话正向力 还会是W1吗 不会的 正向力应该就会是更大 就是 磅秤的读数 就不会只有W1 那反过来说 如果今天不是变重 而是变轻 就是说这个人 他在量体重的时候 有一只小鸟 拉着他的头 然后小鸟要往上飞 那这样的话这个人 压在地上的 压在体重计上的力量 就会比他的体重 更轻还是更重 应该就会更轻嘛 这样就会变成说 他原本体重向下 但是这个鸟给他一个 有一点向上拉 有一点向上拉的力 那所以 其实我们应该画直一点 因为斜斜的会有分力的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要画直一点 我把这只鸟画直一点 假如说现在这个人 他刚好被一只鸟 往上拉 那这样的话 往上拉的力量 越大 那这个人 他的 压在地上的力 就越轻嘛 那所以正向力 不一定会等于体重 正向力 不一定会等于重量 像这种情况 应该是 正向力 会是重量 但是去减掉 往上拉的力 好 那么 其实这个应该 各位蛮熟悉的 因为在摩擦力 介绍摩擦力的那些范力 也是有用到 这个概念 好 那接下来呢 接触力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像绳子的张力啊 绳子的张力 通常是用T来代号 那一条绳子 他只会有拉力 不会有推力 这条绳子绷紧的时候呢 他对两边的物体 一定是拉力的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人 然后他在 拉这个绳子 好 这个绳子 一定会给人一个 向着绳子的力 然后 他也会 对左边这个物体 有一个 向着绳子的力 那这种 向着绳子的力 就叫 神章力 毕竟向着绳子 那么 大概就这样子啊 还有一点点的小细节 比如说什么 绳子如果 不是青绳 而是有质量的绳子 那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现在先说 对于青绳而言呢 绳子的各处张力相等 最指的是大小 对于青的绳子而言呢 他的 每一个点 绳子的张力大小都一样 因为 你看我们现在 如果把他中间切一段出来 切一段出来的话 这里 这个紫色的 这段呢 他也是对于 他的两边有 一样的拉力 这样子 说得更清楚一点呢 就是 底下这张图 这个是 绳子受到两边的 拉力 因为绳子去拉两边 拉人拉物体 那物体也会拉绳子 人也会拉绳子 所以 就会有 绳子会有两边 拉 两边都会拉绳子的率 让绳子绷紧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中间这里切一半 切一半 那左半边这边的绳子 他也是不动 那不动的话 就代表说有 有 合力为0 那所以左边这边的绳子 在这个 切一半的左边 他的 受到的拉力也是TR 然后 切一半的右边 受到的拉力也是TR 所以 这就可以证明说 其实 对于轻的绳子而言 每一点受到的张力都一样 但是对于重的绳子 就不一样了 如果今天所谓的重的绳子就是 他质的质量不可以忽略 所谓的轻绳 意思是绳子的质量可以忽略 那如果是重绳呢 我们还是顺便讲一下好了 重绳就是质量不可忽略的情况 那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好 如果今天这条绳子是挂在天花板 然后他是一条重绳 那底下一样挂个物体 那在这个物体之上的这一小段 物体本身可能重量是W 那在物体上面这一小段的绳子 他给物体的张力就是W 这样才可以把物体撑住 可是啊这个天花板这边 他除了要撑住底下的W的重量以外 还要撑住本身绳子本身的重量 所以在天花板这边的V呢 就会更大 这个绳子去搭天花板的力量 就会更大 这个W块就会大于W 因为考虑到了绳子本身的重量 因为考虑到了绳子本身的重量 这样子 所以亲神和众神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那总而言之呢 神张力他的方向一定是向着绳子 那最后最后是弹力 那弹力其实之前也稍微介绍过了 所以就不多做赘述 那弹力呢 他就是跟你的形变量成正比了 他的大小 他的大小是kx kx kx是形变量 那他的方向呢 是趋于回复 就是你拉他他想要缩回去 你推他他想要弹回来 好 那所有常见的力呢 以及他的特性呢 就先介绍到此 来吧 我给你люс 拿出来 写的